这是一颗大叶群子 其实叶片也不算太大 只是相比一般的群子要大很多 这颗桩我想截掉枝条重新构图 上面部分的枝杆又直又长 把它剧掉 最后只留了一个枝条 剧断以后留下一个5公分左右的伤口 估计得5年左右才能形成马眼 挖掉平整的巨口 让断口稍微自然一点 发现有个虫眼 淘了半天没有发现虫子 等用时间正用杀虫药灌进虫洞 以绝后患 贴上锡纸让伤口加快愈合 大叶群子就算在冬天也会生长 把不要的芽点都修剪掉 集中营养给留下来的枝条 这样的话伤口也会加快愈合 把留下的枝条做一个大体的造型 画一张设计图 把盆景未来的构图在纸上过一遍 你觉得这样的构图合理吗 如果合理我就按照图纸进行造型 好了我是李向璐 我们下周再见 水手拔了一颗荀子的小苗带回家 这种紫波苗的根系非常好 只是这条根分得有点开 把它收拢一些 准备种在一个小盆里 为了保护根系 用一个塑料瓶 把土加得高一些 调整好瓶子的高度 直接上盆 我用的土是煤渣半红土 加了一点腐质土 把土压实 让根系紧贴土壤 小盆景用泡水的方法比较方便 也更容易浇透水 因为刚换盆 减掉一些枝叶 减少水分的流失 有时间的话 自己动手做点小苗 不花什么钱 也可以收获乐趣 只要好好培养一段时间以后 同样可以上得厅堂 小盆景最怕的就是脱水 可以把小盆景 放在大一些的花盆里 把小盆埋一点点到土里 这样更容易保住水分 也可以让根穿到更多的土里 吸收养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李向璐 我们明天再见